大家好,我是Teacher Rainbow 彩虹老師 最近大家有沒有看新聞呢? 既然有沸沸在馬路上到處亂跑 實在是太可怕了 今天就來一邊教大家話沸沸 一邊讓大家認識這個跟獅子一樣可怕的動物 首先今天的材料非常的簡單 只需要粉蠟筆跟一點點的水彩就可以囉 那我們首先拿出灰色的蠟筆 先畫一個像雞蛋一樣歪歪的頭頭 因為沸沸的臉有一點長 所以我們要有一點歪歪的喔 然後呢幫她畫上巨大的身體 她雖然沒有很胖但是全身毛茸茸的 然後我們在臉上畫出一條線 把它呢畫成一個香菇的形狀 這個部分呢就是東沸沸沸 臉上沒有毛的部分 很像一個小蘑菇吧 然後在小蘑菇旁邊加兩個小小的耳朵 不要太大喔 太大就不像沸沸了 接下來我們在屁屁的位置畫上一個超大的愛心 因為很多靈長類動物為了方便上廁所 屁股那邊都不長毛的喔 你得把尾巴抬起來不然呢會髒髒的喔 好了之後呢我要來幫沸沸畫上手手跟腳腳 那沸沸呢跑步很快 她會用手跟腳一起跑 所以在畫她的手跟腳的時候 千萬不要畫得太細太短喔 這樣就沒辦法跑得很快了 新聞裡的東沸沸沸不知道是從哪裡跑出來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因為啊沸沸啊是一種很兇的動物 有可能去搶我們手上的食物喔 DJ Rumble彩虹老師教你們畫的當然是可愛一點囉 所以加了一個舌頭跟筆葉表現她貪吃的樣子 如果你正在享受美食 又不小心遇到東沸沸沸的話 記得輕輕的把食物放在地上 然後慢慢的走開 最後啊一定要記得撥打1999 通報當地的政府來處理 千萬不要自己想辦法跟東沸沸沸聊天喔 東沸沸沸又叫做橄欖沸 因為她的顏色像橄欖一樣 所以呢我們找出土黃色還有咖啡色 先用土黃色呢 把整個沸沸都塗一遍 記得要避開沒有毛的耳朵 臉還有屁股有一點點塗出去呢沒有關係 因為沸沸的毛啊本來就是蓬蓬的 所以啊不小心塗出去反而更自然喔 除完土黃色只要拿出咖啡色 我們啊跟著沸沸的毛流感幫她加上毛毛的感覺 就是從臉圍中心往外面長 像我們平常在畫太陽的光芒一樣 那身上的毛呢我們就順順的往下畫就可以囉 接下來大家還記得剛剛畫像香菇一樣的臉嗎 我們呢我們呢用灰色把這個香菇臉呢塗滿滿 耳朵呢也塗一點點 屁股呢也輕輕的幫我塗一點點的灰色 在這些沒有毛的地方塗完一層灰色之後 我們拿出可愛的粉紅色 幫我們可愛的沸沸加一點點的腮紅 還有屁股也要有一點點的紅紅的 這樣子啊才像可愛的臨長類的屁屁 然後就用紅色直接把那個跑出來的小舌頭給她塗一塗 然後我們拿出黑色 輕輕的呢把沸沸的小耳朵勾了出來 接下來這段認真看好囉 我要教你們畫沸沸兇兇的臉 先在臉中間畫一條線 然後在這個線線下面畫兩個痘痘眼睛 這樣子啊就會有一種瞪你的感覺 然後就順著剛剛畫腮紅的那個圈圈 畫兩條黑色的線 接到中間變成一個鼻子 最後再把吐舌頭的大嘴巴用力的畫出來就可以囉 剩下的邊緣呢 我們在畫輪廓的時候 就用那種一根一根毛的方式畫就可以了 從頭啊身體啊到屁股啊手跟腳都用這個方式就很漂亮了 那最後呢我們的愛心屁股中間呢 幫我們輕輕的打一個小叉叉 那個啊是飛飛上廁所的地方啦 嘻嘻嘻嘻嘻 那胸巴巴的東飛飛飛呢 還很喜歡偷人的食物吃 那為了讓我畫的這個東飛飛飛的故事更完整一點 所以畫了一個香蕉給他 小朋友呢你們在家也可以畫各種不同的食物給他 起碼啊飛飛啊有食物在吃的時候呢 會可愛一點 不會整天對著人胸巴巴了 那為了讓飛飛生動一點拿出白色在眼睛 鼻孔 還有舌頭 最後屁股的位置呢 輕輕的打亮一下 這樣子啊看起來就更生動了 小朋友可以試試看喔 那背景空空的是不是覺得有一點無聊呢 家裡如果有水彩的小朋友呢 你們可以用綠色或者是藍色 輕輕的用很多很多的水去沾你的水彩 然後呢用暈染的方式呢 塗在我們飛飛的空白的地方 上面比較淺下面比較深 這樣子整張塗就完美啦 大家學會了嗎 今天的東飛飛飛飛就完成了喔 那最後 希望呢 這些飛飛啊 趕快呢 被相關的人員呢 安置好 不要在外面亂亂跑了 因為這樣真的很危險 那如果我們不小心在路上 真的遇到他了 除了剛剛說的 要把手上的食物放下來之外呢 還要記得不要跟他對視 也不要露出牙齒對著他傻笑 更不要對著他尖叫喔 最好呢 也不要轉身然後跑步 因為這些動作呢 都會讓 沸沸很生氣 他覺得你在挑釁他 這樣會更危險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這個交廢廢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Titterroomball 彩虹老師按讚分享加訂閱 謝謝大家收看囉 掰掰 掰掰